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一个人几乎都是可以吃得饱穿得暖的 但是我们的思想有时候还会比较保守的 可能和我们老一辈的思想有着很大的关系 给我们的影响太过于根深蒂固了 我们中国人对于命 运是比较幸福的 小孩子出生就会请师父给小孩取名字 平时运气比较不好的时候也会去占卜看看 是不是哪里做得不好会导致运气不好 虽然说这些行为是比较迷信的 但是的会让我们的心灵有个寄托 有不少的朋友可能都有去看过首相 首相也是可以看得出来一些东西的 要是有这五种首相的朋友以后肯定有所作为 哪怕现在没有表现出来 重要好好努力奋斗一定可以荣华富贵 要是对首相比较有研究的朋友就多多少少知道一些首相学的奥秘 在首相学中我们五根首指的中指被称之为龙 而我们的首掌就被称之为虎 龙虎相配得好的话就会有享用不尽的荣华富贵 要是中指比较长首掌比较短的话 那么这辈子就是很清闲的根本就不需要干多少活 还很富贵 要是中指比较短首掌比较长的话 是属于好事多磨的 不会一下子就很容易得到成功的 首掌和手指要是合起来没有缝隙 而且整体没有变形的话 这种就属于好事多磨 只要好好努力好好奋斗一定可以取得成功的 这几种首相也是特别富贵的 一、一马平川 在首相学中每一个名字都是有特殊代号的 马在首相学中指的就是命运线 川的形成是需要一定途径的 想要川的形成最为主要的 还是必须过了感情线和智慧线才可以形成 一马平川指的就是我们首掌的命运线 穿过了我们首掌的感情线 生命线还有就是玉柱线 通常有这些首相的人都被大家称之为富贵巷 都会有大成就的 二、心环 拥有心环的人可是特别有财运的 有时候好运来了挡都是挡不住的 运势特别的好 什么叫做心环呢 所谓的心环就是在感情线的上面 有一条半环状的线条 会把中指和无名指围住 这种线还被称之为金星环 这条线要是越明显的话就代表你的财运越好 很快就可以有所成就 三、元宝纹 所谓的元宝纹就是我们的首掌上有感情线 智慧线 生命线等线在我们首掌上连接到一起 形成和元宝形状差不多的图形 这种掌纹就被称之为元宝纹 不管是谁要是有这种首纹的话都是特别好的 寓意着这辈子有花不完的元宝想不完的福气 只要付出努力好好努力就一定会大富大贵 四、钱财纹 有不少的朋友对于钱财都是比较在意的 一直都想要知道哪种掌纹会比较有钱 我们都知道我们首掌上面的纹路除了感情线 智慧线、生命线之外还有财运线 财运线是位于我们无名指还有小拇指的下面 如果一个人首掌上的财运线比较多比较杂的话 就意味着这个人的财运特别的好 来钱的渠道特别的多 还会经常受到贵人的帮助 五、敷衍 除了上面那几种掌纹之外 敷衍这种掌纹也是属于一种比较好寓意掌纹 上面那些掌纹都是一些寓意比较富贵的掌纹 而敷衍这种掌纹是寓意比较聪明的一种掌纹 从以前到现在就有很多人说过 有敷衍的人是特别聪明的 哪怕不是一个大文人 也是一个很有文化的才子或者是家人 主要还是因为拥有敷衍的人 不仅仅特别的聪明 还有着很强的自控能力和管理能力 哪怕现在还是平平凡凡的普通人 但是只要努力就一定会有所作为 有一番大成就 首相在我们生活中被很多人所信赖 没有一个好首相的朋友也不用气馁 其实我们一生想要有大成就靠的不仅仅是好的首相 最为重要的还是得靠自己的努力 并不是说没有好首相要获得成功是很难的 其实只要肯奋斗都是一样的 有好首相的朋友想要获得成功的话 还是需要付出努力的 只有特别的努力肯吃苦肯奋斗才能获得成功 要是想着不劳而获的话 哪怕再好的首相都是没有用的 第二 想看一个女人命好不好 就看她身上有没有这一个字 教授是一位著名的中国传统文化学者和易经专家 她在其著作中曾经提出了一种有趣的说法 想看一个女人命好不好 就看她身上有没有和这个字 在曾世强教授的观点中 和指的是和谐和睦和睦和解等含义 是一种追求和平合作共赢的精神 她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尊重和包容 而不是对立冲突和分裂 对于女性而言 拥有和的特质在当今社会具有更加特殊的意义 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 女性在某些方面仍然面临着不公平的待遇和偏见 而和的特质可以帮助女性在面对各种挑战时 更加从容应对 化解矛盾 从而赢得更多的尊重和支持 那么如何判断一个女人是否拥有和的特质呢 曾世强教授认为 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观察 首先 一个拥有和特质的女性通常具备良好的人际关系 她能够与周围的人建立良好的互动和沟通 尊重他人的意见和感受 从而赢得他人的信任和支持 她不会轻易地与人发生冲突或争吵 而是通过沟通和协商来解决问题 其次 一个拥有和特质的女性通常具备包容和开放的心态 她能够接纳不同的观点和文化 不会因为自己的偏见或狭隘的观念而排斥他人 她能够从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 从而更加全面地了解事物 做出更加明智的决策 第三 一个拥有和特质的女性通常具备善于妥协的能力 在家庭 工作和社会中 她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 寻求共同的解决方案 而不是一味地追求自己的利益 这种妥协和合作的精神 可以帮助女性建立更加稳定 和谐的人际关系 最后 一个拥有和特质的女性通常具备积极乐观的态度 她能够以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和困难 从中寻找机会和成长的动力 她不会轻易地放弃或沮丧 而是通过努力和合作来克服困难 通过观察以上几个方面 我们可以初步判断一个女人是否拥有和的特质 如果一个女性具备以上几个方面的特点 那么她很可能是一个命好的女人 因为和的特质可以带来良好的人际关系 开放的心态 妥协的能力和积极乐观的态度 这些都有助于女性在生活和工作中取得更好的发展和成就 然而我们需要注意 和的特质并不是女性独有的特质 男性同样也可以具备和的特质 而且这种特质对于男性的成功同样重要 同时和的特质也不是命运的决定因素之一 它只是一种有助于人生发展的优秀品质 程世强教授所说的想看一个女人命好不好 就看她身上有没有和这个字这一说法 虽然引起了一些争议 但它确实指出了和的特质 对于女性人生发展的重要性 通过观察女性是否具备和的特质 我们可以对她们的人际关系 心态 能力和态度等方面有一定的了解 从而对她们的未来发展有一定的预测作用 同时和的特质同样也适用于男性 是一种有助于人生成功的优秀品质 只有全面地了解一个人 才能更准确地了解她的性格和个性 诚实和真诚是与她们建立身后有益的桥梁 也是赢得她们信任和尊重的关键 最后 我想提出一个问题给大家思考 你认为人的性格和个性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 请在评论区留言 与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和建议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